恐龙也会跑趴 爪痕化石推测跳舞求偶 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丹佛分校的研究人员 透过化石线索提出一项重大发现 恐龙可能像鸟类一样跳舞求偶 研究团队在科罗拉多州达科他考古地点 发现大型脚爪痕迹 从爪痕的形状以俗称来看 应该是大恐龙的脚爪 但是为什么要留下这些痕迹呢 这是要寻找食物或是水源吗 应该不是 它们已经有水了 而且食物也不在土里面 那它们在竹槽吗 看起来也不像 如果上述假设都不成立 那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是一场肉食恐龙的求偶舞 看来从白二级开始 老祖先恐龙们就已经开始夜店跑趴啦 雄性恐龙透过瓜地与蹬地 等求偶行为来吸引磁性的芳心 你知道的 两只火热的恐龙才能共逐爱潮啊 但是除非侏罗纪公园成真 否则我们很难知道 几千年前 恐龙真实的模样 其他恐龙专家也同意这项假说 这项研究至少获得不少关注 谁知道今天晚上夜店 会不会有人开始跳恐龙舞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